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心地中文调试 我是心地老师 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口语水平 我给大家准备了这方面的内容 希望大家一个星期跟我练习一次 这样你的口语一定会进步的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 老师给大家准备的内容 内容呢一共是六个问题 每个问题给同学们二十秒的回答时间 学习方法是 首先同学们听着录音回答问题 大家一定要一边回答一边录音 其次回答结束后 同学们可以把录音发到老师的电子邮店 老师会给同学们评分的 好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这次同学聚会 你打算穿什么衣服 你平时的着装更注重什么 你的同学中 有没有穿着上特别有个性的 你是怎么看的 现在很多学生都喜欢中性服装 你喜欢吗 为什么 你的衣服是自己买的 还是爸爸妈妈替你选的 如果一件衣服你非常喜欢 你会穿很久吗 同学们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 这次同学聚会 你打算穿什么衣服 我建议大家这样回答 我想穿套装 因为是很多人的聚会 所以呢 应该穿得正式一些 你也可以回答 我想穿公主裙 因为我们是化妆舞会 所以我要打扮成一位公主 大家呢 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针对是什么聚会 然后呢 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衣服 聚会呢 比如说有生日聚会 还有呢 比如说是一种聚餐 或者是化妆 午会等等都可以的 第二个问题 你平时的着装 更注重什么 我给了大家三个回答的方式 第一个 穿衣服嘛 舒服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平时的衣服 比如说休闲服 也可以回答 我平时主要是在学校 主要是穿校服 你也可以回答 我平时特别爱运动 所以呢 大部分的时间是穿运动服 穿运动服特别方便 也特别舒服 这个地方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关于服装的几个回答 比如说休闲服 校服 运动服等等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和第四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你同学中 有没有在穿着上 特别有个性的 你怎么看 这个个性 就是说这个人穿衣服 比较特别 第一次 你可以回答 我的好几个同学的穿着 都比较有特点 王腾成天穿中性服装 个别奇怪 你有喜欢穿运动服 我觉得这样特别酷 而且呢 也比较方便 这样回答也可以的 第五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现在很多学生 都喜欢中性服装 你喜欢吗 为什么 大家一定要知道 什么是中性服装 就是这个服装 也不是特别男生化 也不是特别女生化的意思 我喜欢中性服装 因为现在男女界线越来越不明显 人们对传统女生 留长发 穿裙子已经看腻了 而女孩子 反传统的中性打扮 会给人带来一种清新感 你也可以说 我不喜欢中性服装 因为那样和男生 就没有太大区别了 我们班有一个女生 装扮得很中性 她把头发理得短短的 老有人误认为她是男生 我觉得女生还是要穿的 比较像女生一点 比如应该留长发 穿裙子等等 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只要是有两个回答 一个是喜欢 一个是不喜欢 然后呢 可以谈谈你的原因 我们再看一下 第五题的内容 你的衣服是自己买的 还是爸爸妈妈替你买 替你选的 你可以回答 我的衣服大部分是自己买的 我比较喜欢自己买衣服 爸妈买的衣服 样式太保守 不太合我的心意 就说他们的样式呢 都比较正规 所以呢 你不太喜欢的意思 你也可以回答 我的衣服 有时候自己买 有时候是爸妈给我买 都不一定 只要合我的心意 就会把衣服买下来 也就是说 只要我喜欢的衣服 我都会买下来的意思 最后一个问题看一下 如果一件衣服你非常喜欢 你会穿很久吗 你可以回答 如果是我喜欢 非常喜欢的衣服 即使有些旧 我也会穿挺长的时间 因为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 就是说我比较喜欢一些我用过的东西 我不是随便扔东西的人的意思 你也可以说 对我来说 喜欢一件衣服和穿衣服的时间 糖酒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呢 我一般一个星期 或者是三天换一件衣服 你也可以这样回答 所以呢 今天这个内容是关于 你穿衣服的习惯 这些内容 关于服装方面的几个 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一些表达方式 希望大家把它整理下来 然后呢 在回答的时候 是有很多帮助的 这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 内容 希望对大家练习口语的时候 有一定的帮助 最后呢 请大家多多关注我 谢谢大家 再见